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停滞社会生活的产物 孙中山也在《哀太平天国》中说 洪世之覆灭 知有民族而不知有民权 知有君主而不知有民主 梁启超的评价 所谓太平天国是与中国古来历代之流寇毫无所异 可见这个洪秀全从始至终 基本上就是干了一件祸国殃民的暴行 微信搜索迷彩虎 关注后回复乡军去向 了解太平天国覆灭后 数十万乡军去向如何的详情 而且洪秀全啊 妻妾成群 清朝历代皇帝都没有这么多嫔妃 那么这么多后宫 也一定留下了很多子嗣 当天经陷落之后 这些子嗣都去向如何呢 通过收集资料 老实发现 因为洪秀全不得人心 所以子女们的处境都很凄惨 女儿们基本上都成为了清君的战利品 或者是死于兵乱 但是几个儿子的踪迹有所记载 长子洪天桂 也就是第二任天王 在天经陷落后 被李秀成护出天经 然而最终还是让清君抓获 他在供词中说 我现年16岁 老天王是我的父亲 我88个母后 我是第二个赖世所生 我9岁的时候 就给我娶了四个妻子 最终洪天桂在南昌 被临时处死 第三子洪天光 和第四子洪天明 在城破之时 想和李秀成一起逃走 但是却被遗弃 就此下落不明 那八成是死在了乱军之中 小儿子洪天佑 过继给了东王杨秀卿 因此成为了 太平天国名义上的第一朝臣 天经陷落之后 红天佑下落不明 好了朋友们 以上就是本期的节目 我们下期再见 最后推荐一个好玩的 战争策略游戏给大家 游戏不同于常见策略 养成首游 玩家将扮演文明领主 通过文明进化 带领人类 从实物争夺的黎明时代 走向工业发达的 核能时代 游戏风格写实 画面优美 不仅能狩猎种植 还能进行建筑升级 外貌交易 城池功伐 大型军团战等 而且文明系列中的 自然奇观建筑 也将一一得到展现 请打开手机应用市场 搜索迷彩虎军事 下载我们的官方APP 在游戏中 体验人类 从原始时代 到核能时代的 慢慢进化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继续